那个问题做完之后 比如说我就可以做完比对 然后里面的话 当然国际指数部分的话 我就坎错向下 他一定会是905 会跟期货是一样的 那其中的话 当然会有很多的黄色的 ok 那当然如果你要复原的话 刚刚讲过就是 就五行程式 ok 那五行程式其实是蛮好用的 马上就可以复原掉 然后坎错向下 比数的话就869 那如果说我今天假如说 如果我在复原之前 我先再做把它 又做出这个有黄色的区域 可是如果我今天希望换一个逻辑 突然我希望怎么样 类似像这种东西 这些比数我希望把它集中在一起 因为常常我们找到的资料 通常会希望能够 把它放在另外工作表 那当成我们后续要用到的 那个分析的资料的话 那可是我要怎么样把黄色区域的资料 可以快速的放到差异表里面去 假设你们等一下就是再多一个工作表 叫差异表 ok 两者之间 那如果我今天希望把这些日期的资料 也许这些日期 是我想要抓到的 然后我希望把它放在 那个差异表的工作表里面 ok 那当然呢 程式部分的话 假设啦 我已经做好了 不过它里面的那个逻辑是 一样啦 你可以把刚刚的复原那个逻辑 加进来 复原 我们是forI等于第三列到最下面一列 做什么呢 如果它的底色是黄色的话 那我刚刚是把它删掉 可是现在我不是 我不是要把它删掉 我要把它call到差异表里面去 所以基本上你可以复原 把复原的程式call到 那个我们等一下要写的这个 叫什么呢 叫复制到差异表的这个按钮 那我们按下去之后的话 它理论上就帮我从头到尾找 不过因为不是删除 所以不用反向 反向是倒过来 然后这个是从上往下找 如果是黄色的 那就帮我call过去 call过去 可是call过去会有个问题 因为我现在i知道是哪一列 可是call过去的话 因为我基本上是从第一列开始放 那等一下再找到第二个 这边第二列第三列一直往下 可是问题这边的列要怎么去决定它 前面好像我们日本班也有写过类似的 我会多一个k 对k预设值等于1 意思是说我从第一列先放 那当我call一列过去之后 就把k等于k加1 就放第二列第三列 所以写完我先demo给我看 大概类似这样 如果把黄色的区域的资料call过去的话 那我就直接把刚刚讲的程式 我刚换了一个名称 刚刚有改了一个复制好了 不知道新增 复制过去 名称的话我想这不用改 自己再改一下 按下去 这个时候的话 他会帮我把什么 把4月6号 6月22 10月1号 OK 那总共应该差36笔 所以ctrl向下 应该会到36 没错 OK 那程式的写法 应该懂我刚刚在讲什么 只是说那个程式的写法 就是可以拿复原的这个程式码来修改 那修改哪些地方呢 基本上复原部分是反向回圈 因为删除嘛 删除会影响到那个前面的列 所以我们这地方就不用反向删除 一样是正向上 4i等于A2的到最下面列 可以向下追踪 然后呢就不用反向了 再来的话呢 逻辑是什么 如果其实这一行 我是拿那个复原这一行拿来 call过来就好了 有没有一模一样 OK 因为A栏里面的底色 如果是那个黄色的话 OK 一模一样call过来就好了 那再来做什么呢 帮我把资料call过去 特别是要copy A到蛆栏的哪一列 and所以你会发现 这中间其实就之前的逻辑 and的IoE 然后把它串在一起 这个也是前面同学最大的罩 我发现同学看到这个 刚开始都一直觉得头很痛 为什么 不过你会发现就反复出现 但是这东西不学 你没有把它学好 以后应用就是大问题 所以这种我们在入文班 已经练习了N遍了 应该也超过几十遍应该有了 所以这个你应该要很熟 如果你不熟 就真的要把这个词写好 还真有困难 OK 那这个范围就是A的 比如63列到G的63列 点copy 有没有 那copy因为是跨工作表 所以会加一个序词 哪一个工作表 A栏的哪一列 所以这边有个K 那K的话预设值等于1 意思说我先call到第一列 那call过去之后的话 再把它K等于可以加1 它就会call到第二列 第三列意思类推 这样的话就可以解决 我来源这边 跟call过去不同列的问题 所以可以透过K来解决 那这个K我们前面也讲过很多 所以你会发现我的程式 写来写去都是一贯的 有没有 都几乎每一个程式都是有相关点 入门班跟季节班 尽量还是不要差太多 虽然很想讲很多 但是想一想算了 有些东西讲的太多 你们没办法吸收 反而对各位是一个障碍 所以与其这样 倒不如你学过的都一定要熟练 而且要懂的是活用 所以尽量我写的程式 都跟入门班差异性不大 但是却可以解决更多的问题 像这种东西 如果你要用函数来解决 内建函数怎么解决 这怎么解决 对不对 即便可以 可能也要转很多弯的 弄很多弄弄去 所以这基本上 最后干脆用VBA解决就好了 马上可以做出我要的 最后当然我要把这个范围CLEAR掉 其实就清除就可以了 你可以 哪一个Sale 他整个工作表里面的Sales 把它CLEAR掉也可以 游标再放在那个差异表上面 这个清除我觉得比较 比较没什么 重要了 就是把它删掉 点CLEAR是包含他里面的资料 跟他的格式 所以我这边的话 清除部分的话 是多一个那个 有没有 这个 差异表里面的所有工作 储存格 那你可以改成Range 这个Sales指的是 这个工作表里面的所有储存格 都帮我CLEAR CLEAR指的是清除格式跟资料 那并且帮我把它切过去 所以按一下他的话 他除了会清除之外 也会再切过去 切到这个工作表 OK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刚刚写的程式 云南上也有 反正就是第一段 第二段 复原 第三段 这个第三段 其实跟复原好像有点像 只是一个是正向回圈 一个是反向回圈 把资料call过去 所以点COPY 这一行其实很重要 把它注一下 OK 其他的话 像这个也是非常重要 这个点COPY OK 所以 这个如果熟练的话 真的可以变出很多的花样出来 OK 那后面的话呢 我们还有几题 也是同学问的问题 一二三 这三题的话呢 其实就是等同一键完成报表 OK 有同学说老师我一键想要完成报表 可不可以用枢纽分析表做 其实我跟你讲 枢纽分析表 很多还是做不出来 对 因为他只是说帮你拉出大概要了 你最后还是要再贴 还要再重新再加一些栏位 然后再做后续的 那导布你就是全部用VBA来写就好了 对 所以有分析表 他可以帮你拉出大概的样子 但是问题后面还要很多事情 还没完成 好 而且他在那里好像反而更爱事 因为他里面其实很多 就是用Sumif Kongif Averageif 什么mini最大最小那些 其实都做得出来 那你导布从头到尾用VBA就好了 没事还差一个枢纽分析表 反而更麻烦 OK 所以待会会讲一下同学问的问题 就是说 他的需求是 比如说像这个是一个好像是IT人员 他每天要统计哪一个网页里面点击 哪个次数最高 如果你不会的话 你要怎么统计哪一个 因为他老板要看报表 对哪些最热门 所以比如电商好了 哪一个点击最高 表示应该相对至少你的点击多 热门程度应该相对也高 OK 所以请各位先稍微把刚刚的部分先完成 画面先画给各位 那待会的话我们再举几个例子 就类似的可以快速的帮你把一个报表给完成 OK 那比如说我今天希望一键按下去 自动统计结果就出来了 你只要有一个roll data 就是有一个网路来的原始资料 资料库来的资料 反正有一个data一堆 那我按下去 就等同类似像枢纽分析表 差不多的功能 那枢纽分析表可能也只能做一半 后面你还是要自己再做一些事情 那如果你希望从头到尾全自动的话 可能还是要用VBA OK 那这部分的话 我们待会举一些例子来看 其实 就像说很多地方 函数也可以做 不过最后你可能看到复杂的东西 还是 想一想还是要把VBA学好 OK 请各位把刚刚那一题 主要是 如果你还要再把36笔放过去 那是